一大杯水饶意众生 才能成就祝佛菩萨智慧花果 无论在家出家的同修 这一句话要记住啊 为什么 我们喜求祝佛菩萨智慧花果 我们求不到啊 啊 为什么求不到 我们天天磕头念佛送金祈祷 没用啊 这里讲得很清楚啊 要以大杯水饶意众生 水是比喻 就是以大慈悲心 对待众生 你才能成就祝佛如来的智慧花果 啊 花果是讲地位 啊 圆教 出诸 以上 是诸 是行 是回想 是地 单诸 四十亿个位置 是菩萨的智慧花果 啊 别教 要从出地算起 啊 出地 成名新鲜性 只会开了 从出地到实地 到等究 啊 身有个位置 那么它的等觉 相当于 圆教的 出行为的菩萨 啊 别教出地 等于原教出诸 啊 所以它的等觉 是出行为的菩萨 这是花果 完全是以慈悲为根本啊 没有慈悲心 怎么行呢 啊 那我们今天 有没有慈悲心 真的没有 学府 出家多年 还没有放下自私自利 没持戒 连三规都没有啊 三规是我们修佛人 这也是无论在家出家 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 要念念不忘 啊 早年 我在张家大师坐下 守着三规 大师告诉我 这个三规 就像一张火车票 他用比喻告诉我 你从高雄 从台北到高雄 你上火车 要拿这张票 实时放在身上 为什么 随时有人来检查 到站的时候 还要送回去 啊 三规在佛教里 就起这个作用 你守三规之后 一三 念念都不能够离开 你修什么 修自信诀 就是贵佛 修自信证 就是贵法 修自信尽 就是贵神 觉真尽 我起心动念 是不是觉真尽 我言语造作 是不是觉真尽 是觉真尽 你真的在修复 如果是弥邪然 你是假修复 不是真修复 那 修而不弥 你是弥而不修 那弥而不修 怎么办 送进 天经 是觉而不明 我这一天 没有读进 起心动念 一篇什么 还是你自己的 烦恼吸气 这就错了 觉没有了 那归于法 法是经典 经典说什么 经典是 正知正见 我们一正知正见 就是一法 就归一法 三十六根 清净 一尘不染 归于自信 三八华 现在都把它归于忍了 归于佛 我尼苏没掉的佛像 归于法是经典 归于神 我一拿过某个法师 完了 全完了 那是住持三宝 住持三宝的作用 是提醒你 换一句话说 看到佛像 就想到自信旧 看到经书 就想到自信正 看到出家人 就想到自信清净 这三样东西 时时刻刻在提醒你 果然念念不立即正见 你正得回头了 你什么 从谜回头 就是旧 从邪知邪见回过头 就是正 从一切染物回过头来 就是见 你说这个多重要 观众